那么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引用媒体消息 为大家透露苹果公司的库克这一次不会来 但实际上最后我们看到库克本人还是来了 那么同时之前我们没有为大家提及的 基于安全问题 首先不跟大家说要来 对 因为库克的安全也是个问题 那么这是和民先生的理解 那么除了库克之外 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之前我们反复为大家提及的 调水基金的达里奥啊 包括贝莱德集团啊黑石集团啊 都有人来 那么这个完整名单到底是怎样的 到底花了四万块钱门票 和习近平做同桌的人是哪一些人 其中有没有我们熟悉的人的名字呢 我们请导播放出这张图片 再请小杨来简单介绍一下 到底与习近平同桌吃饭的是哪一些人 首先我要说这个桌子还是真的挺大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一桌上的人 那我一眼看上去至少得有20来人吧 那么40多人 那在习近平在这个晚宴上的高棚满座中 跟习近平同桌的呢 包括安利公司的这个啊 米琳德潘特 还有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啊 贝莱德公司的拉里芬克 黑石集团的史蒂芬 史瓦茨曼 那还有就是波音公司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家中美之间 关系啊 这个在中美之间都有重要业务的波音公司的这个斯坦利的迪尔 还有桥水基金的这个达里奥 以及博通公司的陈富阳 还有城堡公司的赵鹏 以及联邦快递公司的拉杰什 苏布拉马尼亚姆 还有这个美国大宗商品交易商叫做富瑞博集团的龐晓东 还有基因检测公司的这个叫Furgent的一个华裔的创始人叫做谢明 以及生物制药公司吉利德的这个Daniel O'Day 还有这个Honeywell的公司的杜瑞哲 这个相信也是可以被定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 以及全球投资机构这个KKR的约瑟夫培 还有全球博彩巨头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的罗伯特 哥尔茨坦 还有万事达公司的这个梅里特亚诺 耐克公司的马克帕克 以及辉瑞公司的阿尔伯特·富尔拉 还有高通公司的这个阿蒙 以及Visa公司的莱恩·麦克·庞尼 还有能源公司XCO 这个是一个能源与资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叫做厄尼斯特拉舍 这个呢就是和习近平一桌一桌的人的这么一个主要人员的名单 尤其是像刚才李奇所说的这个蒂姆·库克之前说不去说不去 最后还是去了 所以苹果公司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反复的动作 其实在这一群人中在我看来是颇为值得玩味的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和蒂姆·库克以及他的苹果公司和中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商业联系 有着有一些的影响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他们晚上都吃了什么 晚上到底吃了什么呢 我们就要为大家讲一讲晚宴的安排 到底去了多少人 这是首先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据现场的记者看呢总共是超过300多位啊 商界的高管全部是到场了 总共呢是安排了34桌 但是34桌呢 分别排是1号到39号桌 哎 可民先生为什么只有34桌但是排号是1到39呢 他读出了人嘛 还有给记者人嘛给服务员嘛 还不是您想的这样34桌编号是1到39 因为中间带有4的数字哦 全部跳过了要避免跟中国话中这个死的字谐音 所以大家一数啊4没有14没有24没有34没有哎怎么还有一桌呀 13也没有13在西方文化里也是不吉利的 那惨了如果你桌子很多的话有个六四怎么办哎对这就是问题 所以啊这也是我的问题 如果这一次来了300人下一次来了3000人 我们排桌子一直排到啊300多桌 那是不是中间跟六和四有关的也要全部去掉或者打上马赛克之类的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从这个细节啊 我们也看到啊这个主办方或者呢是这个幕后安排人员用心之身 不过大家可能也能想到啊在座的这一些中美企业家 谁被安排在第13桌啊 总觉得好像有的一点不太对劲啊 被安排在第14桌 哎也觉得我这2000块钱的票到底值不值得 到底吃了什么呢 吃饭呢这个要说到的就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细节 那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啊一般来讲啊 在午餐的时候呢大家比较的简单 但是在这样的这个商界的晚宴上晚餐的选择是比较多样的 那么一般呢我们叫做中党的或者叫做商务类的晚餐 都有比如说一道红肉啊一道白肉啊一道海鲜 还有一道素食可以这几种选择四种左右 但是这一次晚餐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你是吃啊这个这个black 安格斯牛排叫做黑安格斯牛排 要么你是吃素食的蔬菜咖喱配香米饭 可民先生 为什么只有牛肉和素食咖喱两种选择啊 那我还具体真不知道啊 但是呢我可以想象一下 这一次的安排之紧张啊保命啊之之之之身啊就是呃 后来好像是在凯育酒店吧 对啊但是凯育这样一个酒店他又不能公开他又要进行这么一个活动 是不是在筹办过程中间有这样的考虑 还是说菜本身的谋下含义 嗯的确我是比较认同和民先生的这个我们叫做第一种解释啊 就是可能是啊整个的这个菜肴啊如果搞太过于丰盛牵扯的人力物力太多 那么可能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中间的某一些消息是不是就提前透露出去了 所以作为安保呢我们这个菜食从前 大家看到啊在座的这些财富500强企业谁平时也不是说少吃少喝的啊 不会说是这个为了一顿饭吃的好不好有什么样的计较 但是同时呢既有牛排也有素食的咖喱 既然也是考虑到了在座一些人的饮食禁忌 那我们特别注意到财富500强的这一些CEO和高管 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印度裔的啊这样的一些高管 他们的饮食有特别的忌讳因此啊配这样一道蔬菜咖喱 也是对于他们饮食禁忌的啊某一种考量 说完了吃什么再看桌上摆的是什么花 摆的是什么花呢是玫瑰和兰花 哎这个我是不懂花语啊 这个玫瑰和兰花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小杨 这个哎像哎我我想象的是这个是不是代表了这个中美之间各有特色的某种花卉啊 但是呃玫瑰和兰花我在我印象里好像是很少会被放在一起啊 你如果去这个超市或者是去这种花卉店 你看到的玫瑰呢呃一般 他的这个组成的这个花花束啊他的这个插花是应该和兰花之间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别的 但是这一番组合我不知道后面是否有一个非常呃这个有一些这个特为习近平某种特意准备的内涵 嗯对这个和平先生到放玫瑰花和兰花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意涵 我完全不知道 我能够想到的就是说这个玫瑰花是偏红色的啊 这个兰花啊一般来讲是比较偏蓝色的啊 是不是跟这个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国旗色啊是比较的类似 但是啊我也是真的不知道 所以这个问题啊就要留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了 这一次现场摆设插花是玫瑰花和兰花到底是什么意涵是什么考虑 难道真的是像那个流行歌曲中所说的 我爱你吗表达的是这样的含义吗 我们请啊这个神通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摆梅花和兰花 说完了来场的这一些商界领袖啊 我们再来说一说来场的官员 中国这一边那不用说中国代表团 美国这边也有一位高级官员来 想要有没有注意到美国这一边是哪一位现任的高级官员来 如果我没有这个当时我们是上节目之前我瞟了一眼 应该是商务部部长雷蒙多他还有一个致辞 对的确啊 那么美国这一边的所派来的高级官员是之前刚刚到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 而在晚宴上啊 雷蒙多也随习近平之后进行了一个注辞 他同时表示啊 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 我不会假装不是这样 但是即便如此 拜登总统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示 在与中国竞争的时候啊 不寻求冲突 也不寻求对抗 雷蒙多还透露一个非常有趣的消息 他说呀 现在大家在座的人中许多呀 还是对于在中国做生意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 我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 因为你们中很多人都告诉我 你们现在呀还是想在中国做生意 说到这里的时候啊 雷蒙多也是玩耳一笑 何明先生 这个细节透露了怎样的内容 嗯 反映出来了 中美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所谓的 郑可明讲的那些突高啊 什么产业转移啊 什么安全设施啊 根本不可能存在 因为中国的制造能力的不可取代性 美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的不可取代性 如果你到中国不去做这个生意 不去这个投资 只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产品啊 在全球的市场中间也不是那么大 可以具有某一种独特性 不需要中国去生产 第二个就是你太小了 没必要去 但凡有一定规模的 而且是一个全球化的广化市场 不太可能 他不在中国 要么在中国的消费者 要么在中国的生产者 要么在中国的合作者 不要说是中美之间是这样 那其实全世界最大多数的国家 都是在这个生产利民啊 不可缺少的一番 好 谢谢贺民先生 的确正如贺民先生所说 那我了解的情况是什么呢 这个雷蒙多呀 是一位非常干练啊 这个说到做到这样的一个女士 所以呀 有很多美国企业家 他们真的是对于美国政府的商务政策 有一些什么具体的疑问呢 有一些什么质疑呀 总是希望能够找到雷蒙多 因为呀第一他接电话 第二呢 你跟他讲什么事情 他真的是处理处理完了 就会回报给你 据说呀 雷蒙多的这个电话呀 也是被美国的各大企业打爆了 大家来问他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啊 这个这个到底和中国还怎么做生意啊 我们未来在中国做生意 是不是会遇到风险 美国对于中国的出口管制 到底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一方面是显示了这些美国企业 面对中美关系出现紧张局势的时候的焦虑 同时啊 也表示了他们现在对于中国市场 以及对于中国制造的不可或缺 当然除了雷蒙多的讲话之外啊 大家特别关注到的还有习近平的这一次讲话 习近平的这一次讲话到底透露了怎样的信息 小阳你有没有关注到 嗯 他的这个讲话的 我们也有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视频应该是时长在80多分钟左右啊 那么呃这个首先要说的是这个习近平的讲稿哎 据根据报道来说啊就不止一份 那么习近平应该是根据他在这个稍早时间和拜登的会谈 以及这个美中团队之间的这个呃 不长级别的会谈得出的某种程度的这个契合度而选择了一个据说是比较温和的一份 这一点啊我们还要必须要要详细的讲一讲 嗯到底中方安排是要求严密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之前其实我们已经为大家透露了一些 比如说啊这一次啊来跟习近平同坐的这一些美国重大企业的高管CEO 财富500强的领袖们 直到晚宴开始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才被告知今天晚上咱们到底在哪吃 之前没有人知道晚餐在哪里吃 为什么呀就是怕提前告诉了晚餐的地点 那么有谁走路了风声可能会引来抗议者的抗议啊 对于习近平的安全造成更多的不便 欧林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还透露 实际上他给习近平的这个请柬啊在九个月之前就已经发出了 也就是说确定APEC在旧金山举行之后 他们很快就决定要邀请习近平啊 当时呢在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的这样一个晚宴上出席一个活动 与美国商界领袖见面 但是中国方面收到的请柬不回应不回应不回应 一直不回应了八个多月 直到三个礼拜前欧林斯才收到中国这一边的消息 中国这一边的消息是什么呢 说我不能告诉你习近平到底会不会出席 但是你们现在可以开始准备了 那个时候欧林斯就知道很大可能 习近平的确是要来这一次来到旧金山 来出席亚太金河组织峰会了 但是中国的这个李宾斯呀 不仅仅是确认了习近平来 也要确认习近平来的时候还有谁来 因此据欧林斯介绍整个晚宴的这个宾客名单 每一个人什么背景到底是谁这个人能不能来 全部是由中国的李宾办公室审视过的 他们对于安全问题是极端敏感的 而这样的一个敏感性 在几周之前有人闯进了旧金山领事馆之后 又升高了一个台阶 同时这一次举办活动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真的出了安保问题 因此除了会场附近的这一些安保设施和铁栏杆之外 那么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以及活动的其他组办方 还是出资雇佣了大量的保安人员和工作人员 另外一个后勤头疼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翻译设备 翻译设备怎么也成了问题呢 据欧林斯介绍了 这一次的翻译设备很多是用飞机空运 从其他地方运到旧金山的 我们说旧金山这么大一个城市 这些翻译机和这些耳机都没有 大家要知道旁边还有一场APEC会议正在进行 据说是整个旧金山城内能被租用到的这一些高级的翻译设备 同传设备全部是被租用一空了 因此为了习近平这一次有三四百人参加的晚宴 还要特别从外面空运来这一些翻译设备 结果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四万美元的这一次票价 组委会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 据欧林斯介绍团体为某一些餐桌收取的四万美元一张的票 还有其他的两千美元一张的这样的平价票 最后也只收回了部分的活动成本 那我们大致一算三四百人参加 每个人的票价大概两千块钱左右 那么有些是四万块钱我们就算 这个这个收入六十万到一百万左右 六十万到一百万还付不起整个这个安保费和这个翻译的翻译机器的这些租用费和运费 这实在是太贵了 那么有关于这一次活动的组织 爱河明先生你也出席过很多这样的一些商业活动 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公开的筹款活动 像这种票价收不回成本的这个几率是大还是小 这一次你觉得欧林斯说这个票价我们连本都没有收回来 更不要说我们在几个主办方之间还分享收益了 他说的这个是不是事实 对 因为情况非常之多 你比如说你要举行一个筹款的晚费 你的主持人是谁 是一个吸引力 或者是愿意买票的人是谁 是一个因素 或者是这些因素你经常是做不起的 因为基本上都是名人嘛 或者是有情人嘛 所以把他们的时间能够凑在一起 那么你是开始的一个美好的想法 但是在真正执行过程中间 随时都有可能会去插座 出了插座以后就麻烦就大了 有的人同样来不了了 有的人原来说我要给20万 后来说我只能给5000了 甚至或者说没有了 所以造成这种问题非常之多 但是像以前 我记得好像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他们来 好像收得清的很少 好像是几十块还是几百块 我们是因为不付钱没有这个特别的记忆 那个时候也没有考虑到利用这个东西来 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安保也是很严的 好像安保是按照我的了解的话 不仅是国家领导人 也就是美国的国务院的一个高级官员 比如说坎贝尔这种级别的人 他要跟大家演讲一场 甚至是副国务卿 在那等场合之下 都有这个推进人员的安全特别检查 很盈利很盈利 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在这方面 是好像特别讲究 因为美国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好谢谢和民先生的介绍 那么之前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提供了 这样的一个表单 如果你坐在习近平的同桌 你会问习近平怎样的问题 那我们也是陆续收到了很多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有人说你到底对于继承人这个问题是怎么打算的呀 有人说对于中国的这个基建 你到底是怎么看的 房地产到底是怎么救 对于两届美国总统的看法是如何 现在我是没有看到有更多新的回答 但是随着整个亚太经合会议的进行 如果您对于这个问题还有新的想法 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想问习近平的 也欢迎您继续填写这个表单 目前我们这个调查仍在开放中 也请导播把这个链接继续放在直播留言区 节目最后感谢给我们打赏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甜点感谢如是我们感谢麦团感谢涛哥感谢杨天 谢谢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支持 稍后是华尔街联报继续为您带来过去二十四小时的最新新闻 以及评论和其他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